安装前的工作及目录介绍 一、先对到货的数量对照厂家的发货清单进行清点 并检查包装是否完好 部件是否有损坏现象 数字清点完毕,将零部件分类 将主吊板、后拉攀、前梁、中梁、后梁 前支架、后支架、前条接杆、后条接杆、上支柱 钢丝绳、加强钢丝绳、配重 安全绳、电缆线等部件运往楼顶或符合悬挂机构 安装条件的地方 将高低缆片、安装架、底板、提升机、安全锁、电器箱放在地面上 二、现场安装可分为两部分 工作平台部分安装一般需要两人 悬挂机构部分安装一般两至三人 两部分可同时安装 也可以对两部分分别进行安装 如果人员不足 可先将悬挂机构安装完毕 再安装工作平台 安装悬挂机构前 先检查楼顶是否符合安装条件和标准 并做好楼层成品的保护工作 吊栏的安装 悬挂机构施加于建筑物作业面的顶支撑处 通过钢瓷绳来承受工作平台 额定载荷等重载的钢结构架 ZLP630、ZLP800型吊栏均采用两套悬挂机构 悬挂机构施加于建筑物或建筑物支撑处上的作用力 应符合建筑结构的承载要求 一、前后梁可插在中梁内 可伸缩调节为适应作业环境的要求 前后梁的高度在一定范围内也可调节 调节高度范围为1150至1800厘米 根据需要配中的数量随型号配置 悬挂机构简图 二、悬挂机构配置应满足 K等于G乘以B除以FA大于等于2 适中 K为防倾斜安装系数 G为配重厚拉杆厚支架的质量 千克 F为工作平台提升机、电器系统、钢丝绳、额令载荷、风压值等总和 千克 悬挂机构一般安装于建筑物的顶面 将悬挂机构的零部件和钢丝绳调至顶面后 在选定位置进行安装 悬挂机构 在选定位置进行安装顺序 前支架 杆高度 前梁 主吊板 上支柱 中梁 后梁 后支架 后调节杆 调整 调节杆高度 后拉攀 锁具螺旋扣 加强钢丝绳 仗紧加强钢丝绳 钢丝绳 悬挂定位 配重块 施放钢丝绳 一 将悬挂机构所有部件运到楼顶或符合安装悬挂机构的地方 根据施工面的要求 先对安装部位进行测量 施工面的长度 及女儿墙的高度 并记下详细数字 二 先将前支架抬到相应的安装位置 将前调节杆插入前支架内 调整前支架的高度 使调节杆高度比女儿墙高出30厘米左右 固定好前支架并插入削轴 将安全销插入削轴孔内 固定好 三 将主吊板安装在前梁的一端 然后将前梁放入前调节杆插槽内 再把上支柱安装在前支架调节杆的正上方 插入削轴 并将安全销插入削轴孔内 固定好 四 一人将前梁抬起 将前梁插入中梁内另一端与后梁连接 五 调整前后支架 使前后支架间距离大约为4.6米 装上后梁与中梁的削轴 并装好安全销 固定好 用同样的方法固定好后支架和后调节杆 后调节杆的高度要低于前调节杆5至10厘米 将后梁放入后调节杆插槽内 装上后拉盘 把锁锯螺旋扣装在后拉盘上 六 根据施工面的要求 将前支架安装在符合条件的位置 调整前支架与后支架之间的距离 调整范围键表 ZLP630型吊栏 加载配重块重量参考表 七 将钢丝绳绕在主吊板的机芯块上 用钢丝夹加牢 钢丝夹开口朝着受力钢丝绳的方向 注意 第一个钢丝夹要靠近机芯块 然后拧上螺母 用扳手紧固螺母 大概压扁钢丝绳直径的1⅔到1Ⅲ 第二个绳夹与第一个绳夹方向一致 距离保持在10厘米 第三个安装与第二个一样 第四个绳夹与第三个绳夹之间的不受力钢丝绳 应有少许拱起的安全弯 与第三个绳夹之间相距10厘米 用扳手担紧螺母 8.将安装好的加强钢丝绳装于主吊板上 通过上支柱的轮槽固定在螺旋扣上 9.用螺旋扣仗紧加强钢丝绳 10.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另一个悬挂机构 11.再安装钢丝绳安装一个线位板 距离第四个绳夹大约30至40厘米 12.将工作钢丝绳和安全用钢丝绳安装在主吊板上 装好安全销固定好 13.根据施工面的长度 对每套悬挂机构定位 调整悬挂机构的距离 应比工作平台长于20至30厘米左右 14.根据吊栏的型号和载重 对后支甲加上配重块 配重块每块25千克 加载配重块的数量 应和伸出长度 及前后支架的距离和悬吊载荷进行计算 可参照下表 ZLP630型吊栏 加载配重块重量参考表 15.锤放钢丝绳时 应将钢丝绳自由盘放在楼面 将钢丝绳另一端仔细抽出后 沿墙面缓慢向下滑放 沿近将钢丝绳整盘向下泡放 钢丝绳放完后 应将地面多余的钢丝绳盘好扎紧 不得任意散放在地面上 悬挂机构安装调整及注意事项 1.安装地面应该选择水平 预有斜面时 应在下面用模板可靠垫平 并将前后座用木鞋掀紧固定 如安装面是防水保温层面时 应在前后支架下垫2.5至3厘米厚的木板 防止压坏防水保温层面 2.可调节悬挂支架的调节高度 应使当前的下侧面略高于女儿墙或其他障碍物高度 在可能情况下 应在悬挂机构定位后 在前梁伸出端下侧面与女儿墙之间加垫幕块固定 3.前梁伸出端 悬伸长度额定调整范围 ZLP630型调栏为0.5至1.3米 ZLP800型调栏为0.5至1.5米 超过额定悬伸长度时 必须采取可靠的加强措施 和减少额定工作载荷 并经责任部门的确认方可使用 4.仗紧加强钢磁绳时 应使前梁略上翘3至5厘米 产生预应力 提高前梁的强度 5.装加钢磁绳时 绳加的数量不得少于3个 U型开口应在不受力钢磁绳端的对侧 且方向一致 绳加应从吊端点处开始依次加紧 并在最后一个绳加间不受力钢磁绳 由少许拱起的安全弯 拧紧螺母 要压扁钢磁绳直径 1分之1至3分之1 2.工作平台安装 螺丝连接式 1.工作平台安装顺序 低栏片 2.高栏片 3.安装架 4.底板 4.安装架 工作平台的安装 工作平台应在靠近悬挂平台位置的地面 靠墙位置处进行安装 先对工作平台零部件数量进行清点 并根据施工面的尺寸 确定工作平台的长度 先以3米平台安装为例 1.选择平整地面 2人将低栏片放在靠墙的一面 高栏片放在对面 所有部件摆放好 2.将高低栏片分别用M12乘120螺丝 和一个安装架连接好 注意 提升机安装架安装时 安全锁安装支架朝向平台外侧 3.两人将底板从另一侧放入 高低栏片的底部 用M12乘130螺丝 把底板和栏片连接 4.用同样的方法安装另一个安装架 5.用扳手紧固所有螺丝 6.用M10乘120螺丝 将提升机安装于提升机安装架上 然后插上销轴并把安全销装好 7.把安全锁装在安全锁支架上 摆臂要朝向工作平台内侧 再把线位开关安装板 线位开关装好 8.用同样的方法将提升机和安全锁安装在平台的另一端 9.电源连接完毕后 试验电机是否正常运转 线位开关是否正常 摆臂是否灵活 10.分别把安全用钢磁绳和工作钢磁绳送入安全锁和提升机插口内 工作平台安装调整及注意事项 1.应选择平整的地面做安装面 2.各基本节对应处应对齐 预紧后整个平台框架应平直 不得有明显扭曲 3.装成后均匀紧固全部连接裸栓 不得有松动或虚紧 4.安全锁摆壁要灵活 安全用钢磁绳要送入安全锁锁块位置 5.平台实际运行的方向要和按钮按键的标示方向一致 5.平台实际上均匀 6.平台实际上均匀 2.平台咖戌 1.你恢 sick 平台咖戌 1.6分手